上到完成以后就将这个零件和这个零件左右的固定上去 用锁用力压住 然后压住以后锁这个螺丝 这锁的孔位一定要对准 正常来说只有这三个孔位对准就三个孔了 这个孔才是用不到的 是锁后面零件的 整个换刀到这一步就已经结束了 现在就是说你手动将机器反过来